为配合南投县一台湾计划 由鱼池香体育会举办的 与你有约与球警标赛 日前与当地的红星球场任劳举行 乃至本县各团体二十几队 约三百多人来参加 从这场活动我们看出 本县很多的民众对与球是非常的热爱 因此本集专题除了带领大家 观看当时的竞赛实况 并也一起探讨与球目前在本县发展概况 与你有约与球警标赛的活动当天 一早各选手陆续是来到了球场来报到 在赛程表中发现其实有很多的队伍来参加 不难看出地方对与球的热爱 而这场赛事就是由鱼池向体育会来主办 其目的一来要推广鱼球风气 二来要透过运动 促进民众身体健康 今天参赛的这个队伍相当的多 多达20多队把南投县各界的这个爱好羽球的好朋友 都邀请到我们鱼池向来 那我们这里也非常高兴 除了大家能够联络感情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借由运动而达到身体的健康 人家说运动99活力99 这是我们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 以以后未来要发展的目标 鱼池向体育会在我们刘启凡理事长的一个带动之下 对于体育的推广不予力 今天特地在我们红星羽球馆 这是非常难得 这么偏向还有专业的一个羽球馆来举办 与你有约羽球的一个锦标赛 羽球锦标赛开幕式 在鱼池向体育会理事长主持下 以简单隆重举行 从县府到地方接派人来参加 可见大家对羽球活动是越来越重视 而南投县体育会副总干事 看到这么多队伍来参加 即表示民间与政府在推行运动上 有了很好的成效 今天参加比赛的选手 有超过300位以上 对数非常的多 那在南投县政府 还有南投县体育会 长期支持推动我们县的各项运动活动 尤其今年的教育部体育署 补助的运动爱台湾的计划 在全县各乡镇都有非常多的运动赛事 比赛的活动场上 每位球员拿出最佳的本领 大家互相来切磋 一旁观战的选手也会 试词里给予加油鼓励 让活动看来不会那么紧张 而对大家而言 羽球会游是他们参加最大的目的 举办这样一个活动 让我们不管是以此相也好 我们整个县内爱好羽球的好朋友 都能够奇迹在此 大家羽球会游 很好啊就是可以多认识一些人 因为我们在地工作啦 所以说有些人是本来就有认识 那原本在这里练习的时候也有认识 那就是用羽球会游啊 让大家就是联系一下感情 比赛也不错 羽球在里面我们自在参加不再得奖 那很有幸我这次代表我们乐坛福伦社 那相信比赛的结果呢 虽然不尽满意 但是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打球啊 是一个妄忧解忧 而且能够得到快乐的地方 羽球会游 这个是我们当然在讲的 也是每一个人打球的希望 来这边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威力 所以我对羽球啊 这一方面很热心也很喜欢打 这次羽石箱体育会能够承办这场活动 主要羽球在这个地方推广得非常成功 据活动执行长表示 羽石箱羽球发展也有二十几年的岁月 其中也培育了很多优秀的羽球选手 羽球在如果在羽石箱发展也差不多二十几年了 以前我曾经交过差不多三四十位小选手 在兰头县 羽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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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曾经拿过冠军 好几届这样子 然后以前在羽石箱最起码 办过四个比赛 有时候包括中部自线市这样子 然后我们羽石箱从最早是一个马来西亚的 那个华侨它也推广到现在 差不多将近二十六七年了 羽石箱的部分在羽石箱我们推广得相当的不错 包含我们红星羽球馆之外 我们另外在羽石箱每天的下午跟晚上 都有许多的社区的居民在这边做运动 然后每天都在这个地方一起同乐 说到羽球这个运动 民众应该不会很陌生 因为在国内打羽球的人数是非常的多 跟打篮球的人数是不相上下 国内的研究的话就是篮球跟羽球 是目前最多人运动的运动项目 像大专碑或者是中等学校运动位 都有一千多个学生在比赛 然后所有的项目就是选羽球里面最多的 然后一百 像大专里面的话就是一百多所的学校 大专院校在推广 包装杂志里面有人讲过 打羽球的人 生病的人比较少 而且严重的什么癌症 因为我们都会把体力 一些身体上的杂物 利用打球直接排泄出来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运动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利用 羽球是一个很好入门的运动项目 只要有两个人以及有球拍跟羽球 即可以上场来玩 而且没有任何身体碰触 因此在身体伤害上 比其他激烈运动少之又少 心中又好玩 就是很容易救手 然后运动伤害 因为它属于隔网的运动 比较没有去任何的冲撞 然后也比较温和 这样子 运动量很快 好几个打枪 就那个娱乐效果蛮多的 打不到 你再笑一下这样子 那时候年龄成都包裹杂志里 小到老都会打 羽球运动其实也是一个老少嫌疑的运动 而对小孩来说 怎么让他们上手 羽球教练建议不要把比赛看得很重要 主要先培养孩子的身体协调性 小孩子的话 就是让他从小接触开始玩 也不要说有比赛的目的 然后因为他比较剧烈 所以他的身体的各个方面的协调性 会比较重要 然后以渐进式的方式来提升 然后加强身体的各肌肉 身体的机能做一个强化 就是应该 还有赛前的一个伸展 赛后的一个伸展运动 那个伸展的 让骨骼肌肉做伸展 然后比较不容易是受伤 虽然羽球也是激烈的运动 但对年纪较年长的也是很适合 只要与年纪相仿的选手一起来打 体力上的负荷都可以承受 而且在国内很多针对老人举办的羽球比赛 这也看出羽球是非常适合作为全民运动 当然年纪大的他有年纪 他有一个年龄限制的一个比赛 比如说到了五十岁或六十岁 他有一个地方性的一个比赛 然后年纪相仿的话 其实运动的伤害不会很大 年纪相仿的对抗 对抗 中华鱼鞋有推广这个青城杯 全民鱼鞋都有在推广 但是有甚至于有国际性的选手 他们也都会过来这边 就是有 比如说有加起来一百岁 两个人加起来一百岁 一百二十岁一百四十岁都有 对就是他有一个年龄的区分 不会说年纪大的选手去碰年纪轻的选手 这样子对对减少一个伤害 运动伤害 不过教委年长的选手还是要建议 老人要从事这个运动 一定要找专人来指导 主要在打球姿势上先求正确 不然养成了不对的姿势 也是容易造成运动伤害 所以想要玩羽球的老人家 这一点必须要注意 羽球毕竟 它一个突发性的动作 而且都是一个爆发性的一种打法 所以往往打球都会受伤 而且会被运动伤害 运动伤害 运动伤害有时候是蛮严重的 你手都挤不起来 我想这个都是错误的一种 知识养成的 所以还是要好好透过 有人来教 找一些比较 对人体结构 或者说打球方式 比较研究人 出学者 我想从知识方面 应该是多探劳 培养兴趣 看到鱼石乡 红杏羽球场 在这一天 几乎是爆满的民众 看出打羽球的风气 是非常兴盛 对本县想要发展羽球来说 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不过以专业的教练而言 目前要突破的困境 应该就是场地的问题了 活动的话 举办的目的是很好 我们已经来 已经连两年都来这边了 然后这个场地的话 是有一点比较窄小一点 但是运动风气还是蛮热忱的 然后这个选手 各方面的话就是 基层的话 就是场地的设置 还是要有一定的程度 就是说让这个选手 可以在这个球场上 尽情的发挥这样子 地呢都拥有啊 这个适合的场域 来给提供给我们的 宪民来运动 包括宇球 篮球 排球 还有综合体育馆 甚至是游泳池 这都是未来呢 我们想要期盼能够拥有的 能够让我们宪民 能够拥有一个非常运动的 好运动的空间这样 另外宇球要如何向下扎根 向学校来推广 发展为学校教育特色之一 宇球教练也以台中市政府的做法 提供给本县来参考 像台中市的话就是在各国小 国中里面设重点学校 提倡这个宇球的活动 然后还是要向下扎根去做推广 对 那场地设施的话就是希望那个 就是南投县政府的话 可以在国小 还有地区性的那个球馆里面 在加强设施这样子 我们知道这个运动要从小学习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期盼 以及预期 未来我们南投县体育会 能够与各地方的小学一起合作 将我们这个运动呢 推展到南投县的各地 那另外呢也可以发展就是 特色运动小学这个目标这样子 利用运动爱台湾 这一部分也可以向下扎根 虽然是营华族 那我想说透过这样 可能会吸收更多的学校端的学生来参与 那我想说这借着这样能够 让我们现在的宇球更为同步发展 如前面有选手来说 打宇球是一个让他解忧忘忧 并得到快乐的地方 所以这样的一个性质 希望能够推广到每个地方 对于于你有约这场宇球锦标赛 议员陈昭玉也期盼 透过这样的赛事 宇球运动的推广能够更加顺利 希望透过这个比赛来推广 我们宇球的运动也号召 我们对于宇球有兴趣的所有球友们 宇球会友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 人家说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燥 健康的身体不只是个人 更是我们家庭幸福美满 最大的一个依靠 希望大家多运动 照顾好自己的一个身体 希望能够好更多的人来打球 提升我们打球的素质 而且给年轻人有一个活动的机会 有很多场所 因为现在大家都忙 工作也很紧迫 所以打球的机会是比较少 但是运动必须是自己找 找时间找你的朋友 打球也就会有 所以说能够打球的我想 都是非常在团体上协调 都会有很好的灵活力量 所以对人的团体生活信念是非常有好处 南投县运动爱台湾计划 在近年度推行之后 在各地方都办理了各种不同的运动项目 而民众若很久没运动了 不妨走出户外 开始从事你最喜爱的运动 让大家因运动 每天都过得健康又快乐 你喜欢华一华专题采访报道